大家好 我 鄧慧雯 阿輝 陪你做會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年財買了嗎 保島好康商城 保土好康上升 已經幫大家準備好了 一通電話免運費 冷凍宅配到家 我們這次販售的是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下菜單 有玉品鮑魚佛跳牆 元氣珍稀燉土機 開運紅燒福元寶 八針魚翅海鮮羹 國燕櫻花蝦米糕 四喜白玉獅子頭 私房玉品花雕機 七建築3360 真榮小館 專為五星級飯店 以及連鎖餐廳代工產品 品質安全衛生都層層把關 各餐飲集團都有認證 常年合作吃得安心 歡迎大家趕快來電數量有限 零八零零五五一九零零 空白空空五五一 Q空空 大家好 心思有人 我是阿輝 我是阿輝 今天我們繼續來跟文心蘭 人類圖準分析室 作家來聊上次我們沒有談完的 學會給自己愛 相信自己值得愛 我們看到你的著作 不辜負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 其實你知道對很多人來講 人生有很多過 就是過人生的方法 對 什麼都做得到就是沒辦法不辜負自己 我覺得這是蠻難的 是 那上次稍微跟那個會文嘛 另外一個會文 醫藥記者兩會文 我們就三個人閒聊了啦 還留下了要約吃水餃 沒錯 這件事情 然後我還沒有去看說 觀眾到底有沒有指教我 怎麼吃水餃 總而言之我們繼續來談談 上次還沒有談到的 一些蠻感性的議題 我想先從這個我要的愛和你給的愛 與關係對坐這個部分 開始來談回來好不好 好嗎 沒問題 說到一些要跟自己對話啦 怎麼樣可以所謂的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很多人都說如果不要關係的話 我就不會辜負自己 很多人都是在關係當中不斷的辜負自己 這兩件事情 我自己也常常在想 也常被問說真的可以做自己又有關係嗎 還是要做自己就要去山里隱居一切都放下 你在這裡面的幾篇非常有意思 而且是在不同的關係裡 可以跟大家說說看 你這個中年對這有什麼體會 我覺得剛剛鄧醫師的這個開題非常好 不辜負自己 因為這個是我在寫這一本書當中 章節我覺得最難下筆的一個章節 很多人說 新來你下筆的時候是不是按照 按部就班一張一張來 我就說沒有 其實我是跳著寫 關係的部分是我最後 最後才去碰觸的一張 那當中有很多比方說 像我跟媽媽的關係的這一篇 雖然我很早就交稿了 可是也是經過了一些退稿的過程 因為在第一次寫的時候 哇那個感情之澎湃之洶湧 其實會讓總編輯讀了之後覺得好像裡面很多東西自己是沒有梳理清楚 是你沒有梳理清楚還是她跟她媽媽也有事情 我想她跟她母親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相對比較健康的 可是她覺得很多我跟媽媽之間的關係要交代的知己很多 那個時候我也用了很多人類圖的專有的語繪 進去解釋我跟我媽媽之間的關係 簡而言之我跟我媽媽的能量場是截然不同的能量場 怎麼說 因為我媽媽像我是投射者 那我媽媽是一個顯示生產者 如果就整個能量的展現來說 在我媽媽眼裡 我是非常layback的小孩 就像我現在看我大女兒一樣 所謂layback的小孩 就是說她覺得你不主動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散漫啊 這樣沒意沒意 什麼事情都我媽媽說會很脫線 沒意沒意真的好穿色 就沒意沒意 以前我不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 但是後來我發現 對 我有一天就看我小孩那邊晃來晃去 她都要期末考了 我就跟她說 你明天要考個科目你準備好了嗎 她跟我說 書本放在學校 所以還是跟你一樣是屬於投射者 我兩個女兒都是投射者 投射者是要把自己的東西投到別人身上 然後讓別人去做事 是應該是 我覺得就像今天兩盞燈光這樣 我們關注的焦點 永遠是外在 永遠是別人 但是我們很少關懷到自己內在的狀態 所以我們常常 在整個能量廠的運行上面 其實像我因為我是屬於我的四顆電池都沒有穩定的能量運作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可能有時候我還沒有出門 我就覺得今天好累喔 對我沒有出門 你怎麼可以把主持人錄影前跟你講的話講出來 而且我真的需要很長的暖機時間 但是這在工作或這在父母親 像我媽媽我媽是老師 我媽媽24小時都準備好 隨時待命 她是那種暑假的時候還去暑修的老師喔 自己去進修 去精進她教學上面的一些技能 所以我媽媽從小就會覺得說 你成績也不好 然後叫你學一個技能 你也有一搭沒一搭 那你以後到底要做什麼 那媽媽用人類圖來理解 就是你說她顯示生產者 就是她不但會發起一些事情 而且她自己也會做 是是是 她就是一個非常 自己能夠她的能量廠的部分很豐沛 所以她自己可以主動發起一些事情之後 而且她使命必達喔 那我一直對顯示生產者有一種問題 那他們的世界還需要別人幹嘛 他們又會顯示又會生產 然後要看投射者不滿 那他們的世界還需要別人幹嘛 我以前就是需要人家給你拉一把 因為你知道嗎 有很多時候顯示生產者的動作很快嘛 因為她自己可以很快的發起 可是她可能做一做事情 她就會突然覺得 這件事情好像跟我當初想的 跟她沒辦法 所以你就扮演了那個 把她拉住 讓她沒有辦法衝到外太空 你就是把她留在地球上的 對 的人喔 我覺得我媽媽很像那種 多重宇宙的楊子雄 把什麼事情都handle的很好 所有的時候都在轉換她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很想成為我媽媽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 所以在我媽媽面前 我有很深很深的挫敗感 可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那個挫敗感會被我解釋成 我覺得媽媽對我不好 媽媽給我很多的期待 然後那些期待是我沒辦法達成的 然後媽媽都對弟弟比較偏心 弟弟是什麼者 弟弟 弟弟他是一個生產者 那但弟弟 我們一家人 我爸爸也生產者 我弟弟也生產者 全家就我一個投射者 所以大家就覺得 你很奇怪耶 大家這樣生來生去 大家都好像很有目標嘛 很有方向 但我好像 我媽就覺得 她常常都不知道 我的人生到底追求的那個目標是什麼 對啦 從小我就只是喜歡寫嘛 可是寫 我媽就覺得說 你寫你要寫到 哪裡去呢 世界上到底會有多少暢銷作家 像鄧醫師啊 像吳淡如 媽媽就是認識你們兩個 超級大作家 我跟妳說這 戳到我的心痛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們聚餐的時候 就說 就是被分一桌一桌嘛 然後有人就說 我們這一桌的共同性是什麼 例如那一桌通通都是 政論節目主持人 那這一桌通通都是 慈善機構理事長 那我們就在想 我們坐在一起是什麼 後來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啊我知道 那可能因為我們都是暢銷作家 他自己就這樣 因為我們都有寫書 而且都有賣 然後有一位他就悠悠的說 我們是暢銷作者 作家就不會暢銷 暢銷就不是作家 欸這句話真的很精品 然後我們所有者就 對真的 因為世界上當然有暢銷作家 村上村樹 有不 是有啊 有那種 但是我們自己也知道 我們不是暢銷作家 所以到底是要當作家 作家就沒有暢銷的壓力 你要對不對 你要跟媽媽講 作家是為了一種理念 我寫作就是我的生命 所以我們是不會去看 有沒有暢銷這件事 你怎麼看有沒有暢銷 那就是暢銷作者 那不是作家的生命啊 對啊 對啊 這是我自己的悲痛 謝謝鄧醫師 那鄧醫師也是本本暢銷嘛 所以我媽媽就會覺得說 啊好作家你有很遠大的使命 但是你有辦法養活你自己 他怕你養活不了自己 對啊 你要吃什麼 也沒有辦法給他養老金 對啊 我媽媽就說 那這樣你這樣以後 他覺得你的前途茫茫 所以我跟媽媽 而且你寫作家你要認識誰 你要嫁誰 嘿 對啊 我媽媽說他作家 你知道 一舉一個作家也是壓力很大 對不對 感覺很像食指不沾陽春水 對不對 每天就是在寫詩詞啊 對 所以我媽就一直都 你媽好擔憂 我媽真的很擔憂 我跟她生我在一起二十幾年 她對我都沒有放棄過這個擔憂 包括我出書 我媽也說 你知道我媽聽到我出書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就厚厚厚 我媽說 蛤 那你要給出版社我怎麼寄 我說我怎麼給出版社寄 是出版社還給她寄 我媽說 蛤 幹嘛呢 她就說那 第二件事情是 啊如果你賣不好 出版社會讓你賠 要不要讓你賠錢 有沒有違約金啊 那把印刷費拿回來 紙的費用啊 行銷費啊 行銷費啊 百電的費用 對 我覺得好好笑喔 原來我媽媽是這麼這麼的擔心我 他對我來說 我那個時候覺得 天啊 我終於有一件事情可以讓我的父母親感到驕傲 可是我的父母親 他在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用很現實的 那個角度跟眼光來去衡量這個部分 好 但是我現在已經可以接受說 因為我現在已經44歲了嘛 我覺得 好像是一個時候 我可以用我斷奶又斷氣的方式 一個成人的方式去面對我的父母親 不用再像一個小孩一樣 我發現我跟我媽媽之間最大的衝突是 我一直想要媽媽肯定我 然後請求她的approve啊 我今天要出書 對不對 所以你要替我開心啊 你要approve我可以出這本書 那你在出書的時候 你有說心裡有想著要給媽媽看到你出書嗎 有呢 因為我覺得 這就是你知道 我的那種非自己的那種容光 想說太好了 有一天我終於讓我媽揚眉吐氣 讓我媽媽知道說 原來我的文筆跟我寫的東西 是真的有出版社要找我出書的 好可是 那你弟弟有讓他揚眉吐氣嗎 我覺得我弟弟 我弟弟是另外一種典型 你知道我弟弟他很早就覺得 他不要受家庭的這種 羈絆跟約束 所以他都很我心我素 他就是屬於那種 他可以跟家裡維持他想要的關係 可是又不會被這種傳統的觀念所束縛 對所以我在出這本書的時候 的確在寫媽媽章節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情緒 那包括寫完這本 寫完這個章節之後 我也抱持著很容易 很想讓媽媽看的心情 又很擔心被他退稿的這種糾結 我想說我還是要讓我媽看一下 那如果想要讓她看裡面 就沒有辦法全部講出真話來 不是嗎 對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一篇寫出 我對我媽媽很真實的評價 跟我跟她之間的糾葛 那個評價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對她的觀察 對她的理解嗎 還有就是我覺得我之所以會對她心有千千結的原因 很大一個部分是來自於我對愛的這件事情的 認知跟定位 其實是我覺得是很窄淺的 很多人問我說 欸欣然你寫出這本書嗎 那你覺得愛到底是什麼 其實愛我覺得 我好像一輩子都在追尋這個答案 年輕的時候 希望很多人來愛我 因為我覺得我在家庭裡面沒有得到很多人的愛 所以我在兩性關係中尋找愛嘛 尋找可以填補我的人 那我也是一個很有母愛的人啊 我可以去填補別人的空缺 對 因為別人有需要 所以我覺得天啊 我很被愛這樣 但是這種關係都不會成功 那後來我學到教訓之後 我想說好 那我不要找那種有太多缺陷的人 那我就找跟我差不多的人 好 後來發現 嘿 才子跟才女的關係 也是一個惡夢 我今天早上學到一個詞 我先講你剛剛說的那個 對 很有母愛 然後讓你去照顧 讓你覺得自己很好 有存在感的人 有時候真的是 人格上殘缺太厲害 所以最後你還是會很慘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 這樣我知道 這樣我確認 我擔心你夠好 趕快創傷死 後來發現說 欸 太過雷同的人 感覺在一起也沒有很合拍 是因為 你會發現 你們對一件事情 雖然有雷同的感受 好像三觀很相合 但是很多很多時候 我在對方身上看到 我沒辦法接受的缺點 但是我那時候並不知道說 原來對方反應的是 我自己沒辦法接納我自己的那一面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 我覺得很中央空調 很暖男啊 因為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因為我很希望別人來愛我 所以我就是散播歡樂 散播愛的角色 我自己成為對方 這樣對方的伴侶的時候 就會覺得你也太爛情了吧 這樣倒出來 然後你跟他說 你至少風向吹集中一下 他又一定要全方位 又一定要全方位啊 對啊 對每個人好像都可以享受到一樣的服務 然後你如果指責他的話 他就會說 你很小氣 你很小心 因為人家別人只是忍而已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忍為什麼不吃事物 我們現在講的全部都是比喻 現在講的全部都是比喻 但他們就覺得他們好棒 可是其實那些人 我覺得說穿他們內心也有一種無盡的 就是一個無底洞 需要更多人來肯定 更多人來需要他們 對 也就是一個人對他的肯定跟回饋 他覺得不夠 要不然就是覺得 他跟你真的太平等的時候 他沒有籌碼可以覺得安全 對 所以怎麼辦 就是剛剛欣然說 更有缺憾的 我們來愛他填補他 他照顧他的最終也不OK 然後跟真的旗鼓相當 但是他也很自我的 會笑容 就是也不行 那到底愛的真諦 他在中年的時候體會到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好 所以剛剛那兩種都行不通 那請問你到中年 你已經參透了 愛到底要怎麼樣嗎 還在跌撞中 好我覺得 是我先生讓我參透的 我覺得我現在覺得 還是一種接納 就像人類圖裡面講 關係 好 什麼是最好的關係 最好的關係就是 讓對方在關係中 可以做他自己 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可是很困難 我講一個笑話給鄧醫師聽好 我先生也是跟我一樣 完全南緣北策的人 他是理工直男 我是那種文學女這樣 文學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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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擅長的東西 我都沒有解釋 我們出書的時候 出版社挑了三個書名 讓我選 我就說我解釋 其中現在目前的這個 好 可是我覺得先後順序要挑一下 我就問我先生說 怎麼樣 這三個你喜歡哪一個 你可以告訴我們另外兩個 我猜你先生選哪一個 好 我的第一個 書名就是現在目前的第一張 叫做愛的優先法則 好 就是 就是那個 我的書本的第一張 好 愛的優先法則 好 這是其中一個 第一個書名 然後第二個書名呢 是我現在書名的副標 叫做人生終場重開機 本來這是主書名 好 第三個書名呢 也很有趣喔 第三個書名 也不是現在這個 順序稍微顛倒一下 叫做最好的人生是不辜負自己 好 啊那個時候我就跟總編輯說 我覺得好 愛的優先法則 我現在也不是名作者啊 好對不對 愛的優先法則 好像是那種 出了很多暢銷書的人 會出的書 那我現在一個默默無名的人 出了這本書 大家會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好 人生終場重開機呢 我覺得我好像也 遠遠沒有那麼的叛逆 你沒有那麼當機 嘿 就是我覺得我好像也不是 生了一場大病 好像也不是被人家 中年lay off 好像 就說你不夠當機 對喔 那樣寫會被人家說 你小體大作嗎 對 包裝過度包裝 好 然後 那第三個名字 我覺得OK啦 可是我就說 我就跟總編輯說 我覺得我出這本書 最大的目的 不是要鼓吹 大家要有最好的人生 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做 一件很基本的事情 就是不要辜負自己 很多人都說 我不要辜負我爸媽 我不要辜負另外一半 我不要辜負孩子的期許 可是很少人說 不辜負自己 所以我就 稍微顛倒一下 我就跟我先 就給我先生選嘛 就你知道我先生說什麼 我先生說 哈 這三個書名我都不喜歡啦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你的TA 因為他是開財經書籍的嘛 他就跟我說 這三個書名都不夠直接 所以他看了都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到 不知道你的書裡面要賣什麼 要賣什麼 所以他幹嘛買 對 對啊 那我就聽了之後覺得很難過 我覺得很切心嘛 那我就跟我先生說 不行你一定要選一個 然後討論很久之後 我先生就突然 很嚴肅的跟我說 欸問你 你第一刷 刷多少 我說沒有我一個新作者 一刷不會刷太多啦 大概就幾千本 他就說 啊你不是說賣一萬本 現在在台灣就已經算是很厲害的作家 我說對啊 我剛剛聽了出版社 說六千本能賣完 就要開慶公演 對啊 那我先說 你才幾千本 兩千多本 那你為什麼要為兩千多本的書名 糾結這麼久呢 你就選一個你喜歡的書名 如果今天是賣兩萬本 二十萬本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部分 不行賣到兩二十萬本 就不能改名字啦 對 然後你知道我那個時候你知道 然後那種 惱火 然後又覺得 生氣 我覺得很像 我跟他多年以來在關係當中的一種縮影 我跟你說 我真的忍不住你 要讓我有職業病 我現在很想很想回應一句話 好 瞎共 你想聽的是 不是他告訴你三個書名 哪個好哪個壞 或他沒feel 或叫你選一個 他想聽的是說 老婆 你最喜歡哪一個 那個書名給你什麼感覺 你書裡想寫的是什麼 對 你想給誰看 但是 老公就是不會問我們這種問題 對 真的你真的太厲害 對他們就是不懂 我來追你追得到 對可以 沒問題 心甘情願 真的 我就覺得 怎麼會回答這種答案呢 對 就是他整個跟你溝通完 你在要出書的這個喜悦上 這個過程上 沒有得到分享的感覺 對 因為你沒有被 簡單講 如果你要投射出某些想法 對 沒有一個映照的螢幕 讓你看到說 喔我的 我的想法映照在你 對 你的心上這樣 對 所以 好那 這個本來是會失望嗎 對 可是 你現在竟然能夠接納 然後你覺得你接納 然後也知道了愛的真諦 我真的覺得蠻厲害 那是什麼 我覺得 啊生氣一個晚上對不對 然後心裡想說 為什麼 當初會選擇這樣的對象 好 但是呢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我就突然 因為我的那個桌前有一張 我們剛交往的時候 照片 二十幾年前 都很青澀的照片 我就突然回想到一件事 對 當初我喜歡這個男生 就是因為他很與眾不同 他常常異與眾地 就告訴我很多 欸 我看不到的盲點 我們就是光譜兩端的人 那我心裡就在想說 那中間到底是什麼 什麼東西改變 其實 我覺得他在婚姻生活裡面 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他的本性來說 他仍然是那個直男 那當然我們有了兩個孩子之後 然後我覺得激發他某些父愛吧 所以他變成了一個很顧家 很負責任的爸爸 可是他本質的部分 還是沒有太多的改變啊 那我就在想說 那難道是我變了嗎 為什麼我會覺得 走入關係之後 他的某一些個性中的本性 突然會在很多時候放大到 讓我自己覺得我反應過度 或者是有那種 常常會有那種 嗯 好像下窗不可語病的感覺 嗯 那我後來去深入探討 我覺得我在當中 做了很多覺察的功課 一開始其實我沒有答案 我只是把這些問題寫下來 好 那寫下來之後 後來我覺得 其實我們兩個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我還是原本的那個嬌嬌女 所以我就像剛剛登醫師預告的 就是對 我聽到就是 我喜歡人家幫我拍拍頭而已啦 給我一些鼓舞 因為我沒有從我父母親那邊得到嘛 他們只是很擔心 現實的考量 那我當然也希望 我先生給我一些取暖啊 對 所以 嗯 後來我發現說 對啊 我當初喜歡的就是他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我現在不能換另外一種 心態去接納他 我後來想想他跟我講的 麻煩不對啊 對啊 如果今天這一本書 好 假設他第一刷全部都賣完 也大概就是兩千多本的銷量 那這件事情回歸到我寫書的初心 我有希望他賣二十萬本 兩百萬本嗎 可能沒有嘛 我希望的是 我可以憑我自己很頻繁的經驗 去慰藉那些在世界上 跟我有相同困擾的人 讓大家知道說 即便你可能是少數喔 你可能是 世界有多少幾億萬人口裡面的那兩千多個人 但是你們聲音有被聽見 你們的經歷不是孤單的 所以後來我就重新去理解我先生這句話 對啊 我自己出書 那我就選一個我喜歡的書名就好了 欸那我問你啊 所以在跟先生的關係 你到了這個境界的時候 你覺得在關係裡面 怎樣叫不辜負自己 我說很多人啊 就會在這裡面會有一個問題 是 會說 OK那我理解了我先生的個性 我接納他的個性 所以我就 不再強求他改變 不再強求他用我期待的方式 對不對 那是讓他做自己啊 那我就辜負了 有人會認為說 這叫辜負自己本來想要的 放棄自己的夢想 對不對 對 你剛剛說到暢銷書賣20萬本的喔 坦白說出版界每年年底都會做一個盤點 對啊 我有時候去參加那種發表 會想要知道現在書的趨勢是什麼 我跟你說已經有好多年 那種要賣到20萬本的書都有一個趨勢 是 就是 他不會 不太會講 叫你要接納 別人的個性 那種書通常會給你一個希望 告訴你說 那這個不對你就不要勉強 然後 你可以再遇到更好的 那種才會賣20萬本 我們這是不可能賣20萬本 因為我們在告訴大家 現實跟我們要配合現實 沒有一個配合現實的書會賣20萬本 就是這幾年的心理書的趨勢 那我也是覺得很驚嚇 覺得好恐怖這樣 那我不是在告訴大家一個結論 因為我也不是出版界 你們不用來找我抗議 我只是說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對不對 那像你剛剛這樣的說法 你會輕鬆 你開始感覺到 重新感覺到在關係中滿意 是因為你理解的這些過程 而且你不再堅持你一定要的那個方式 對不對 對 萬一有人問你說 這樣會不會辜負自己 我本來期望是要對方要聽得懂啊 希望 他就不能是下床 他要一起跟我道兵天雪地 對 就不想要對牛談慶 你這樣子 容許他跟理解他算不算辜負自己 我都會 這個問題 我也常常在問我自己 當很多人問我說 Lindy 可是我就是很想要他能動我嗎 我就是很想要他抱抱我嗎 那我就會問對方說 你覺得被抱抱或被理解或被傾聽 或被同理這些東西你可以先給自己嗎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自己的問題 我常常第一時間 我都會很想要去尋求別人的 不管是肯定也好支持也好 因為自己不肯定自己 對 我很難肯定我自己 我從我自己這邊永遠得不到 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有一天 我出宿之前非常焦慮 有一天 我就跟我朋友 我朋友是Satir的專家 他就跟我說 好不然我們來做一下Satir的冰山對談 好 結果我們就回溯到以前很小很小的時候 童年的一些創傷 重點是 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人他是可以無條件支持你給予你想要的東西 我就問他 那個人是誰啊 主 他就說 除了你的信仰之外 還有你自己啊 聽到這個我整個就是哭到不行 因為其實在我的選單 跟我自己的腦海裡面是沒有我自己的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不會給我自己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人我覺得 可能在某一個階段之前 以為自己很肯定自己會很有自信 可是真正遇到人生的打擊之後 才發現說其實自己對自己非常的嚴苛 沒錯 就是苛責啊打擊嘛 如果我自己對我自己夠肯定 其實我就不太需要去問我先生 我也不太需要去問我爸媽 因為像我弟 我自己從頭到頭又傳一個簡訊說 姐恭喜你出書 我覺得你是最棒的 我跟你說 美你聽一下 你姐出了幾本書 你從來沒有傳過這樣一個訊息 你也稍聽一下 聽一下姐姐怎麼講 快傳 他至少傳一個訊息給你 對 我就覺得我弟很酷你知道嗎 我就想他 你知道他平常我們的互動 我弟也是直男 所以他表達關係的方式是很直接的 然後就結束了 他又覺得他有表達支持 然後也去買姐姐的書 就這樣 你會覺得很 人家還有買姐姐的書 所以後來我覺得與其說 與其說我去期待別人在任何關係裡面 後來我都在 當我要開口去問 去討的時候 或者去給的時候 就像鄧醫師 有一本書寫的 有一個章點寫的非常好 那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 可是知意行難 叫做歡喜做甘願受 對 我發現我很多時候給的時候 是希望別人來感謝我肯定我 別人沒有的時候我就覺得 阿弟姐在哪 這不知好歹 有一次前幾天 應該也不久前 我跟一個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那個朋友 他說 他想起聖經有一句話 是說 師比獸更有福 簡單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年輕的時候常常覺得 到底是福在哪裡 我東西一直給別人 我到底福在哪裡 因為他說 那個聖經裡面在講 是說 給 to give be to receive be接受 更blessed 是更加的 是被祝福 才是更被祝福 就是說如果我要祝福 你會說 我祝福你一輩子都給別人東西 對 這很奇怪的祝福對不對 是 應該我們都祝福你說 可以得到很多很棒 但是聖經到底說 這是一個更好的祝福 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說 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很邏輯性 他還想說 這又不是我們佛教講的什麼 因緣啊 輪回 有國報 我現在給福報 我以後會報回來 如果大家如果理解 師比獸更有福 你用佛教去理解 是一種事 可是如果聖經裡面講 他並沒有意涵說 你現在給你 米夏貝斯要得到福報 那到底怎樣 他本身就是福 我覺得在聖經裡面那句話 他的意思是 你給本身就比收更有福 所以我這個朋友就跟我說 對 因為他也是心理治療師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年紀比較大之後 他看了很多的人 他會發現說 你能夠給 你一定是有 有才能給 有的東西才能給 所以一個越能給的人 他就是越有 他覺得幸福 是幸福在那個有 可是他講了之後 我就沒有很買單 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我跟他變什麼 沒問題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講的我基本上可以想像 但是我說 有些時候 他會跟我舉這個例子 是因為我在跟他抱怨 某一種人際關係 某一個人際關係的互動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就是能者多勞嗎 我就說 好 新來 比方說 我就跟你講 施比受更有福 如果那個是來自於 我有 我比你有 我給你 這個福 我OK 懂啊 人之常情 如果我比你有錢 我一直給你錢 我坦白講我真的OK 我每次給你一千 我就覺得說 我有一千 好 問題是如果 我有的東西 你也有 為什麼要我給你 然後都是我給你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我記得我那天跟他講的蠻粗的 我就說 類似說我是欠你的比較粗糙版 這樣子 可以想像 例如說 那你這裡面有講到像職場啊 跟其他人的關係 我們到中年的時候 是可不 是你會覺得說 應該要 嗯 比較 比較 保守自己嗎 不要一直去 為了得到肯定 或為了服務那個 我很好的意象 而 一直滿足別人嗎 你是怎麼看 就是在重開自己裡面這個部分 跟人的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回歸到 回歸到我對我自己的認識 嗯 因為 剛剛回應剛剛登醫師說的 我有 那 我以前也覺得我自己 好像有很多東西 然後我很想要 你剛剛有講母愛啊 很想被人家看到 我覺得很有才華欸 我覺得很有能力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肯做 Can do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選我 所以 所以我其實是抱持著這樣子的心態去給 可是 別人 要嘛就覺得你很雞婆 要嘛就覺得不需要 要嘛 很多人都覺得說 啊不用啊 你的這個東西我已經有了啊 啊不然你就 你就收回去好 或者是你可以給別人 那 在這樣的狀態以下 我覺得這就是投射者他所謂 我們說啊 你如果沒有 人接的時候 對人接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苦澀嘛 那 那這就是你們會能量低落跟疲憊的時候 對啊因為 你們要給出去的東西沒有人接 對 那你自己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我後來就學著把這些東西 往內收 因為我在想 我一直想要拼命去給這些東西 是不是顯示我內心其實很缺乏 還有 我是不是就像剛剛我們在跟登醫師閒聊 就是我批評自己就是 我是班登級的 可是我愛自己就零分嘛 從來都沒有想過就是說 很多東西其實自己可以給自己 那婚姻剛剛登醫師的問題 好 在職場或在各種關係裡面 我 我就在想 那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以前我都覺得我應該是先發者 我應該是照顧者 所以我願意把我的東西 跟我的想法 不管是我的資源 去無條件的供給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得好這樣 然後當然最好可以謝謝我感謝我 可是後來我發現 特別在職場上 我發現我的定位跟功能 反而是後發者 就是當大家 喔 有一句話叫做 讓子彈飛一回 好你不要一直 直直在那邊 讓子彈就是 一下就把你穿射過去 好像就 就戰死沙場嗎 因為我發現 我自己真正的特質是 我很容易 如果我站在比較遠的角度 我很容易就看到這件事情 真正的核心在那 那時候你再把你會的東西 偷出來就好了 大家反而會覺得 那不就好棒棒 欸好欸 這件事是Nlendy的想法 我們大家都沒有想到 那這件事也許可以找Nlendy來幫忙 所以你就不會 給很多嘛 像我在外商 我以前就覺得說 不行 大家都鸦雀無聲的時候 我一定要先發言 不然冷場啊 當破冰 可是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這樣的破冰 很多時候 人家說什麼 棒打出頭鳥 很多時候其實你環境 都還沒有搞清楚 那個盤根錯節是什麼時候 你貌然發言 其實是很容易 引發別人的誤解的 好 然後很容易被別人提了標籤 那你就是什麼什麼派這樣 好 那反而是很多 有一種情形叫做 你不覺得尷尬 別人也不會 尷尬就是別人啊 我後來發現沒有啊 大家沒有講話 也不代表他們很尷尬啊 他們只是在想要怎麼回應而已啊 嗯 對 所以我就停一下啊 就發現說 喔 就有人講話了啊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風向怎麼樣啊 然後那個人這樣講 意見會被打槍啊 還是有誰提出一些觀點 可是你覺得 好像有點漏洞 你反而最後發言 其實是最有力的 然後大家也很習慣 你是一個後發者 就不會一直很期待說 就不會對你有錯誤的期待 就覺得你好像應該要先講點話 沒有啊 對 那在關係裡面 也是一樣嘛 比方說像我跟我先生 我就覺得說 喔好 那我先生的個性 他可能比較適合去做某些事情 那些事情 我就不會搶著他做 我就裝笨 裝弱 可以幫幫我嗎 而我不會想要去 欸 裝乖 賣萌 去博取 他的那個柔情的部分 他就沒有這個東西啊 你做再多 他也不會給你想要的 對 所以我後來其實是 比較從自己的定位 跟 所謂自己擅長的部分出發 給 我可以給的 那的確我覺得回到鄧英斯的問題 即便我有一百分 不見得我要全部都給出去 對 所以如果最後 再回到你這個 不辜負自己這件事 是 不辜負自己是你在寫這些篇章的時候 就已經有的統整概念 還是後來才出來的一個 一個把所有東西都在一起的一個統整 其實我很謝謝出版社 其實不辜負自己 其實是出版社當初的 在第一次提案書名裡面的idea 我只是把順序顛倒一下 OK 我覺得很厲害耶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我所有的idea 可以把它濃縮成一句很簡單 就是不辜負自己 所以如果請你對不辜負自己 我們再來做一個總結 你覺得怎樣才算是不辜負自己 我覺得不辜負 首先大家不要把不辜負自己 其實想的太嚴肅 好像又把很多的責任跟苛責放在自己身上 不用 我覺得你要很真實的去認識自己 你認識自己之後 不用逃避啊 就接納自己是這樣的人 比方說我就是一個很lay back的人啊 那就lay back 准許自己喝三杯咖啡 我就說OK 然後你接納自己之後 自然而然你就會找到属於你的位置 然後你要安於你的位置 比方說我就是一個作家 而不是一個暢銷作者 你問我現在不OK嗎 曾經不OK喔 我曾經覺得說不行啊 我這麼認真寫一本書怎麼可以不賣 你出到第十本的時候就一定會OK 因為你想不OK也不行 一定要接受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可以出到十本 你一定要接受 我說的不是你啦 我是說如果我們很努力的寫 然後你也真的讀來讀去 都覺得自己有寫出一點東西 但是他永遠就是賣不好的時候 對 我剛開始也會覺得很挫折 對 然後好你說你說大家 我這樣講可能對於支持我的讀者 就有點嚴苛了 但是不好意思我們親愛的讀者們 真的有人的賣得比我們好很多的時候 我一開始也會覺得說 我不能更有用嗎 可是到後來 因為我覺得說這個idea很有幫助 對 不能更有用嗎 可是最後我會覺得說人家真的用不著 我有一個朋友他 對不起我笑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音樂的 然後 一定要說一下就是說 他曾經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音樂人 但是我不能講是誰 那等到後來他退休了之後 他回顧他人生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聊起來 他就會講說 他曾經覺得說 他應該要影響更多人才對 為什麼那些 例如說音樂做的沒有他好的人 可能比他賣得更多的時候 他就會 有點難受 那我在講說 對啊我也覺得說 我的idea 難道不應該影響跟幫助更多人 結果一天他回來跟我說 慧文我開竅了 他說 那我也來開竅一下 他說他覺得他 他曾經覺得他有好東西 不管是對人對工作 或是對感情 他覺得他是有好東西 可是為什麼他老是在這些地方 沒有更好的發展 或沒有更被欣賞 他終於跟我講了一件事 他說 你知道水晶跟塑膠有什麼差別嗎 他就這樣他就表現很興奮 水晶跟塑膠有什麼差別 應該有吧 水晶晶瑩剔透 質感不一樣 塑膠是塑膠 萬年垃圾 水晶賣得多還是塑膠賣得多 哎呦 不是 你不是看不起是塑膠 是塑膠好用 沒負擔 他說有的人的人生 真的不需要背負一個水晶 所以他從此就不要當水晶了 然後他整個人都鬆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真的太精闢了 我跟你講 你不要自以為你是水晶很厲害 所以我現在都這樣看待我的作品 塑膠 但是你的作品不一樣 這是好作品 不辜負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 謝謝 謝謝欣蘭 祝福大家